好同學我剛剛不小心霧山了 最外面的這個咖啡色的這個圓 我把它現在再把它擺回來啦 OKOK 好接下來我們剛剛是不是定好了這個 中面上的12 1234567891011的這個點應該所在的位置 對不對 再來我們就要把它怎麼樣插入文字 那我插入文字也不要插太複雜 因為有些中面還 它只有12369這幾個數字 其他123就不要插了吧 OK不然有點小混亂這樣 來我們這裡按一下插入文字 然後呢在這個上面 這個點一下 好我們編輯這裡就是12對不對 按一下lates 數學是它比較漂亮 OK 按確定 好這邊就有個12 我們可以按一下移動 把這個稍微調整一下下 通常我們的這個12有沒有 字好像會稍微大一點點對不對 會稍微大一點點中面 好粗一點粗體 好讓人家知道這是12 這樣好稍微尻過來 反正這些圓圈要刪掉 要隱藏啦不能說刪掉 好再來 好這裡呢是這個3 3 好Lates 好OK 勾一下按確定 好然後呢我們稍微 好等一下喔稍微這個 按一下 你沒有按到這個3 有沒有選一下 然後稍微把它移 過來一下下 好不然你就稍微也是把它變成大一點點 好不然太小小不拉雞的這個還蠻奇怪的 對不對 好3 這樣 那當然啦你可以改變這個 它的顏色啦等等 那這個你自己事後再去做美化好不好 好就大概跟你講說 可以這樣做 Lates 好確定 好這個6的地方按右鍵屬性 稍微把它弄著這個大好了 然後OK 12跟6稍微都大一點點 然後把它這個移過來 好再來一個 好就是最後一個9在這裡嘛 好按一下 好我們拿9 Lates勾一下 好比較漂亮 按確定 好那9呢 我們這裡按右鍵屬性 把它那個大小按中好了 OK好 確定 好然後 好我們就稍微一過來你看 我稍微做個這個調整 好我們把這個 坐標好先長起來 好你看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那當然啦你你你如果要選好 好比說你選12 好這個 顏色你可以用紅啊 對不對 好6 好這個顏色你可以用藍啊 好或是什麼 反正隨便拿好 隨便OKOK 呃 紫啊 好這樣子 OK好那目前我們把這個 嗯 12 3 6 9 給處理完畢了 接下來呢 我們是不是要用秒針讓它去動 那秒針要讓它去動 小心喔 好我們這樣做 在這裡 1 2 3 好過第三個 的直線過兩點 好我們先過 12 2 跟這個6 的地方 按一下 好這樣 這兩點 好那你看這條線 這條線就是過 B點 跟這個點 好這個點 C 好這樣 好這條線 那這一條線 我等一下會把它藏起來 然後呢這一條線 我們來看一下物件 這個物件是什麼 來移動在這邊 你看你會發現它寫物件 直線H 有沒有這裡會反白 它的名字叫直線H 那我每一秒 對不對 每一秒跑一格 那你看喔 360 是一個圓心腳轉一圈 360 除以 我要60秒 360除以60 欸是不是6 所以每6度 就 有沒有秒針每6度 好每6度 每每一 每一次走6度 每一次走6度 好那1秒6度的意思啦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就要開始旋轉 對不對 好旋轉來我們就這裡好旋轉 好這裡旋轉 可是這裡旋轉 我們就是還 先對這個H按一下 有沒有直線按一下 然後呢你看他說旋轉 先旋轉要轉的物件 然後再選要轉的中心 中心就是這個A 好那角度呢 因為我們每6度就走一下 順時針 好順時針 好角度就是6次 好每6度嘛 對不對6α 好按確定 這樣這樣懂嗎 好你看 所以這樣我們是不是就轉好了 好每6度就轉轉轉轉轉 對不對每6度就轉轉 好再再轉 所以你看 好我們這樣是不是就轉好 來那個 欸我現在給這個 你看你按這個 開始動畫 喔啊這樣還是太快 對不對這樣還是太快 我們等一下稍微去整理把它弄慢一點點 好那同學你先幫我處理到這裡囉